國民黨今天辦新科立委座談 民進黨是辦在明天 1月23號 民進黨要舉辦新科立委共識營 賴清德也將以黨主席身份出席 這也是首次總統當選人 進入立法院參與活動的名譽 因為賴清德明天如果要去立法院 他現在還是現任的副總統 所以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一個狀況 確實 因為賴清德的身份很多重 那現在他除了是總統當選人之外 也是現任副總統 不要忘記他也是民進黨黨主席 所以你看今天朱立倫 他用黨主席的身份 先跟這個所有的新科立委先座談 當然他是要先擺平傅昆奇的爭議 那賴清德的部分 當然他是黨主席 他當然要先跟這個新科立委來談 所以我認為說民進黨現在是51席 雖然說是變第二大黨 但是我認為說未來 你知道今天國民黨 他也認為說這個跑票 你只要蓋錯一票 你的這個政府院長就很可能會翻盤 對 所以呢 我認為說第一個先要先團結 黨內自己先團結 你不要蓋錯票 尤其是蔡鳥立委 蔡嬌 你很容易蓋錯 所以要先跟他們喊話 你至少這一局 你51票票票都不能跑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 未來雖然是國會第二大黨 但是你包括這優先的法案什麼的 他還是要先進行一個政策性的宣示 當然我還是回過頭來 我想說賴清德看起來 他現在就是說選完之後 他腳步並沒有停 除了全臺灣先卸票之外 他今天已經先做了黨務的改革 今天這個目前為止 先我們看到一個訊息 包括就是說新任的 這個新聞部的主任 吳貞就來到我們現場 對對對 另外還有包括張智豪 他雖然卸下了新聞部 但是未來會轉戰組織部 還有王毅川 王毅川戰神 戰神王毅川 他去接了政策會的這個執行長 那我認為說 光是這個黨的先的人事布局 我覺得展現兩個意義 包括王毅川 因為王毅川 他之前有這個搶救王毅川 大兵的行動 不可否認 就是因為搶救王毅川 讓民進黨的政黨票向上提升 並沒有這個垮掉 而且還這個向上提升了嘛 所以王毅川他全臺走透透 他聆聽民意 他就是很知道民怨在哪裡 包括他自己也曾經做過交通局長 未來針對 譬如說包括計程車啦 一些這個相關的 大家民怨抱怨的問題 我認為說王毅川去接了政策會執行長 這個很接地氣 我認為這是第一個指標 第二個吳貞 那不用講 他跟這個李正浩 卓冠廷之前有一個 在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真正義聯盟 包括各地的接壁打壁 甚至就是還有年輕人 年輕人你是不是未來要這個trade 或是說要怎麼樣貼近年輕人 所以我基本上我認為先黨的改革 跟黨的這兩個佈局 吳貞代表年輕人跟代表接壁 然後王毅川政策接地氣 我認為說這個黨的改革 代表說他有想要這個 至少是往前進的一個力量 所以你可以看賴清德 他雖然還沒有先接 還沒有接總統 但是現在黨的人事佈局這一塊的話 我可以看得出來 我就說他想要在立平在520就職之前 先從黨務這邊先著手 先有一個改革的心力量 是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 這個國民黨有關政副院長的 這個選舉 就讓人家看到他們黨內的不團結 那綠營在這方面應該相對 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吳貞嗎 其實這幾天我參加一些這個 包含網路上的網友發起的聚會 或者說在卸票過程中 聽大家意見 確實非常多民進黨 我們自己支持者不論是年輕的 或者是說這個比較資深的 大家都對這次開票的結果 真的是一則一席一則以憂 一則一席就是說 當然賴清德總統這個順利當選了 那憂的事情是說 看到包含青年選票流失 包含中間選民很多很大程度轉移到 這個可能民眾黨和柯文哲這邊 那當然我會擔心啊 就是說這個選前 包含很多這個網路上的消息 感覺民進黨有時候被壓著打 好像你要澄清的速度都比不上 跟不上假消息傳播的速度 那未來已經可以看到新的國會 民進黨是嘲笑也大嘛 所以你面新的國會新的民意組成 未來民進黨你要一邊繼續扛起執政的包袱 但同時面對到的不論監督的力道 不論是攻擊的炮火 一定是越來越猛烈 所以大家也很擔心說 那民進黨未來這個包含網路上的空戰啊 輿情的回應等等 到底要去怎麼做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 其實坦白說也蠻焦慮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有跟這個黨這邊來表達說 只要有需要我們地方 那也希望未來加入可以去協助 不論是在網路上跟年輕族群溝通對話 而且特別是現在大家都會期待非常及時的互動 傳統這種早上開個記者會發個新聞稿 然後隔天再可能做第二波回應 這種現在真的都已經太慢了 現在大家期待是早上事情 馬上可能中午下午就要開直播 很迅速的來回應大家 所以我想其實未來面對到 不論是新國會更強力的檢驗 更強力的炮火 那或者是說在未來這個賴清德總統 首次去突破台灣這個歷史上八年的魔咒 第一次去把這個腳步跨到 延續到十二年的執政 要怎麼樣去一邊扛著執政包袱 一邊去帶給大家這種改革者的氣象 其實我想這都是民進黨 不論是賴清德主席 賴清德總統 接下來都是一個很大的任務 我們也希望一起來努力 立委的角色是要跟其他人合作 然後帶領整個國家的進步跟發展 所以有人說立法院不是民眾黨 一個人的武林 所以黃國昌這樣的一種態度 會不會讓其他的七席立委 反而沒得發揮的 來 國東哥怎麼看未來我們的國會 藍綠白之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可以意見這個會級國會將是我們民主化以後 最黑暗的一個任期 不管是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傅昆琦當副院長還是黨團總召 那將會是國會的一個最大笑話 而且傅昆琦還大言不慘要國會改革 拜託傅昆琦先生兩件事情 你的國民黨內部有沒有改革過 怎麼改 先把黨內改革一下 跟全國人民講一下 我們國民黨改 第二個國會改革 你怎麼改 你提出了五大改革 全部都擴增你立法委員的潛力 哪裡有改 你今天公開出來講 要除傷害 從我本身傅昆琦做起 不然你改誰 怎麼改 我聽起來真的 不但是騙擊 還是最諷刺的一個笑話 你可以想像一個畫面嗎 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 然後傅昆琦是傅昆琦 兩個曬瓜身背 差在台上 還是傅昆琦在黨團 總召在協商黨團 這個協商的時候他主持 你能想像嗎 韓國瑜給他的印象 過去我們換過給大家看 能混就混 能撈就撈 好 不然他今天當立法院長 好了 這個名位給你啦 你就慢慢去那裡混吧 那黨團總召不一樣 是掌控所有法案的協商 跟法案的方向 那個偉兵在那裡已經很重要 那你傅昆琦 不客氣講 今天報紙說你全科雷雷啊 那你在改造國會是怎麼改 改哪些你要跟人民講 不是說給立法委員一個調查權 然後還要一個懲處罰則 然後立法委員長 委員長 委員長 中立 然後今後要公開透明 都是騙人的 很多支持的開始後悔心痛了吧 前前就已經告訴你們了 顧錢大吉啊 你為什麼為了過年愛愛恨 所以不支持這個 然後幾個地區基站基礎 哎呦 寧可讓他分裂 寧可投票 那個不當選擇 好了 民進黨掉了 很明顯就這三席沒有當選的話 如果民進黨掉了三席 民進黨今天54席 你讓他們去鬧吧 我54席最大多數黨 你現在這個黑暗 其實是每個台灣人民 都要去承擔承受的 為什麼啦 因為每個都在鬧啊 大家在鬧啊 賴清德總統在進行的時候 講過一句這麼明顯的話 不能讓國民黨贏 國民黨一贏 黑金全部回來 好了 這次你看看 地方派系 地方黑金 全部回來 集中大本營在國會 那現在韓國瑜當院長 傅昆吉如果當總召 哇 那你說多少黑金華案 多少黑心圖利的 全部在裡面可以過關 多可怕 觀眾你沒想到這個 你都沒想到他們過去 整過去這幾年蔡英文做的時候 國會至少還控制得住了 大家可以改革方案很多 現在沒有了 每一個案提出來 都要經過層層關卡 民眾黨少數黨杯葛 不同意 不配合 然後立法院院長 就一是誰不敲 大家在圍包 圍攻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他不敲你怎麼辦 你不能替他敲啊 所以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這場選舉 當時我們一直講很重要很重要 現在好了 既然大家人民選擇是這樣 我們要看這個任期 這些立法院要怎麼表演給大家看 民眾黨辦這個小草見面會 希望能夠將柯文哲的聲勢 能夠延續 但是在這個進行 這問答QA的時候 有人就問這個民眾黨 是不是會泡沫化呢 然後柯文哲竟然嗆說 確信不會 而且他說希望酸民 活得夠久 南明玉 現在是怎麼樣 那個對於不投給柯文哲的人 然後柯文哲是用這種對立 用這種嗆的這種 這種態度來面對嗎 這樣子還能夠增加 他的這個聲勢嗎 確實就是說 柯文哲他大家都說 他是一人政黨 那事實上他到底是不是一人政黨 因為選後大家講說 你是不是選前就有在講了啦 就是說你選得不好的話 或是你總統敗選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下臺嗎 那柯文哲不是就講過了嗎 如果我下臺的話 這個黨會四分五裂嗎 對 那坦白講 那你這不就是一人政黨嗎 你不是一人政黨是什麼 而且甚至就是說 現在大家覺得說 未來這個到底誰是你的接班人 那看起來現在 大家點名了好幾個 那看起來也都沒有人能接班啦 對啊 就是柯文哲啦 對不對 那為什麼大家會這樣提醒他嗎 因為我就是前面有強調過 就是說你的小草 現在大家就想說 小草會不會長成大樹 柯文哲他雖然吸引年輕人 但是呢 就是年輕人會長大 年輕人會有理解力 年輕人會知道說被你治理過之後 他會對你的一些話來覺醒 那我就是大家常舉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說 他似乎都可以點出很多的問題 然後就是年輕人說 對 阿伯最懂我們 房價通膨 這個什麼低薪 阿伯通通都可以理解 阿伯可以長出年輕的心聲 阿伯最懂我們 他就是這樣做不到 但是他 你可以看柯文哲從選前 他基本上幾乎都沒有提出解方 他只有最後一頁的時候 少子化 好 少子化對不對 年輕夫妻我一人一百萬 匯到你電子戶頭 那隔天大家就問他說 一百萬耶 那你的財政紀律 你的財政的錢怎麼來呢 沒有啦 這個我們還在討論當中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你的這個很多的證 你就是只能點出問題 看到問題 阿伯跟我們站在一起 但是提出解方的不疑問 為什麼就是說 從他當時二零一四年選 市長有八十五萬票 一直到他從八十五萬 二零一八 五十八萬 到最後二零二四年只剩下三十六萬 哇 基本上是少了一半掉 因為臺北市民最了解 最了解就是說阿伯 你就是整個花言巧語 但是你解決問題 你基本上是沒有的 那算你的臺北政績 那基本上算算看一條捷運都沒有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臺北自己的成績是怎麼樣嘛 所以就是說以這樣子長期看來 那包括就是說現在看起來八席的立委 聲勢很響 可是事實上 我們剛剛就已經很實際的分析了 如果你八席的立委 你不跟人家合作 你不就是說態度謙卑一點的話 人家不連署你 那事實上 你還是像以前的黃國昌一樣 黃國昌 你可以想像他什麼嗎 你現在只能進出說 大家想到黃國昌 你只有想到施背秀 國昌老師 咆哮 一立一休假哭 那你想到他做了什麼 他提到什麼任何改革的法案 沒有嘛 所以我認為說黃國昌跟柯文哲 就是聲量很響的代表沒錯 但是講到解決能力是沒有的 所以大家就是說小草 真的會長大 小草會有辨識能力 你不能永遠都靠這些小草來活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白銀泡沫化 是點出他一個方向 不是說 是不是酸他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要有所警醒 是的確 人家只是問說 你民眾黨會不會泡沫化 他就說希望你們酸民活得夠久 說實在這種話 真的是一般 不是一般政治人文 真的能夠用這種 這麼嗆的方式去回答出來 然後宜中怎麼樣看 年輕人的心聲 可能是就覺得說 我就單純 我就是要投一個 不是藍的 不是綠的 我就要投另外一個政黨來看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 不管像什麼時代力量崛起 臺灣激進黨 清明黨 新黨等等 這些都有跡可循 所以柯文哲的危機就是四年後 或者是之後的這個二零二六的大選 大家還會買柯文哲的單嗎 就像我們剛剛余將軍講的 大家是也許真的喜歡柯文哲 也許喜歡民眾黨 但是各種人喜歡的是 不藍不律的第三大黨的力量 但是有沒有其他的政黨 如果也像柯文哲這樣興起 這一次有啊 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 他的票數也拿得不少 他上一次的這個議員的選舉 他也推出了不少的席次 所以會不會在幾年後的這個二零二六的選舉 其實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 馬上就變成第三大黨 有更多的議員 那議員選舉 像比如說你好 會不會擔心這個民眾黨派人來 可能會壓縮你們的空間 我覺得真的要看他們的人選 因為像我們去年在選的時候 余江雲也很清楚啊 民眾黨其實各地都有派人 但是你那個人選 你真的要看那個人選是怎麼樣 就是你的小草 到底能不能真的長成大樹 所以阿伯才會急著說 我要辦那個什麼小草森友會啊等等 但是民眾黨未來在國會 你看喔黃國昌入主民眾黨之後 其實以往都只有柯文哲的聲音 可是黃國昌一進民眾黨之後 你看黃珊珊的聲音也出來了 蔡壁如聲音也更大 以往這些黃珊珊或蔡壁如 其實都是聽柯文哲的 但現在黃國昌進來了之後 聲音很大 好像蓋過了柯文哲 說不定民眾黨之後是黃國昌 但是不要忘了 他之前戲子不敢繼續選 其實很多選民都有點感冒 想說你這個地方服務啊 或什麼你到底為什麼不敢選 如果你真的要選新北市長的話 你不能真的只空有媒體上的聲量 現在戲子選出來這個廖先祥 他其實是地方服務非常好的 所以新北其實有空戰有陸戰 如果黃國昌還用以往的這些模式 再加上剛剛敏玉姐講的 民眾黨在國會裡面就是 我不跟藍的合作 我也不跟綠的合作 你到時候連實習的這個提案 都提不出來 大家不理你民眾黨 你變成沒有立法的立法委員 那民眾黨的空戰也沒有了 陸戰可能也長不出來 其實民眾黨最後就只是泡沫化而已 是 所以這個李正宇是覺得未來的民眾黨 其實想要維持現在的聲勢 維持到二零二四的聲勢 其實困難度相當的高 國動哥怎麼看 這個民眾黨包括柯文哲 這樣的一種態度 也包括黃國昌 你跟他講話 如果都是那種用鼻孔看人的 到底未來是怎麼樣如何經營 我可以保證酸民絕對比你民眾黨活著久 活著長 而且酸民會越來越多 因為你思考一下 民眾黨會不會變泡沫化 在臺灣少數黨泡沫化是臺灣的民主宿命 宿命 二十年前你如果跟我講 李正輝時代的臺連黨 宋楚瑜的親民黨會泡沫化 難以自信 他們立法委員有三四十個人 你能想說他會變泡沫化嗎 這次民眾黨最讓人家覺得說 你會泡沫化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他的七一立委全部垮台 沒有半個人 那個就是基礎 你的基礎不穩 你的地基不穩 儘管你有不分區八席 那就是重量一壓下來 整個就垮掉了 如果說你七一立委也當選了三四席 就像你縣市長高鴻安 還有一個金門後來投靠的那個那個 他們的民眾黨的 政府 那個還有一個基礎在 你跟去樓宇一樣 你地基打不得 村的八都是在天上八的 騎馬上去 像黃國昌這個我們臺灣外交 叫騎馬上去 那早晚就掉下來了嘛 對 所以我說這種很簡單的一個民主的宿命 你可不可以竟然看不出來 你竟然還有臉說 喊說要打倒藍綠高牆 你都會喊那支口號啊 結果你竟然看不出 你的地基不穩 什麼原因呢 為什麼他會泡沫化 因為我們長期的藍綠對抗 我們的政治意識已經在長期裡面已經形成了嘛 很難讓第三黨可以夾這個夾貨裡面求生 你又沒有這個本事 你嘴巴喊要有這個口號喊出來 可是你的政治作為讓人民感受不到嘛 如果你你的領頭者 宋楚瑜當時是什麼 是省長 他是第一任的省長 唯一一次的選舉是贏得選票的省長 他是有施政經驗的 又有施政經驗 又是擅財同志 帝王派遞每個縣市他全部都灑下去 人家他是這樣出來問點總統大位 那你柯文哲呢 你二十幾%的支持者 你真的就以為說 你可以做一個第三大黨了嗎 人家給你一個名稱比較好聽 第三大黨 如果你自己不想想說 我這個第三大黨地基不穩 八個立法委員這個黃國昌幹過 有這個經驗其他七個蔡嬌啊 到底我還要怎麼表現 而且他兩年任期 太短了 等一下他們都熟了 議事規則 議事談判 然後在那裡喬事情的時候 兩年過去任期了 然後他們要下來 你以為這七個八個下來 會像黃國昌各個都要去選縣市長嗎 不可能嘛 那他們其他幾個要幹嘛 就在你民眾黨裡面 胡豆芽在等機會嗎 再換新的八個上來 又是拆交化立法委員 你這樣的輪替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嘛 我們好不能培養一個立法委員 要花多少任期 多少年才能培養 不要講立法委員 議員就好啦 這裡有宜北城 有江議員 要花多少年才能告訴一個議員說 你的職責是什麼 你在議會要怎麼樣執行 才能抓到重點 你的服務選民是什麼 我可以體諒黃國昌 他不願意服務選民 什麼原因 他可以接受你來投訴 政府機關的弊案 公務人員的不法行為 他可以接受 可是你要讓他像議員說 我家水溝不通 路燈沒有亮 紅燈子幫我處理一下 他絕對不接受的 他只要爆料 對 他要打擊行政官員 他只要爆料 全民婦是不會分這個 他們兩個議員一定的 連紅燈子都要去處理的 所以我說他完全搞不清楚 柯文哲更搞不清楚 剛剛在講那個街頭游民 現在天氣這麼冷 你八年市長 如果體系腦弱 殘戰腦弱人士 體系皆有 我曾經一直在節目講過 你去車站看看 越來越多阿伯 多到什麼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越來越多 你逢禮拜三禮拜六 禮拜天你去車站站在那裡看 大牌長榮在領便當 不要錢的便當 是 你當時在當八年市長的時候 你會想到這個問題要解決 車站呢 智隆最顯著的地方 大家都在拜堆領便當不用錢 不是睡一大堆在肚子 你有真的去關心嗎 如果你當時真的有關心 你這次選舉 台北市你不會最弱到這個提前票 所以我說從這些措施來看 你也不必嘲笑廣民說會酸你啦 絕對活得比你長 而且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你是小草嘛 小草怎麼培養長大 日本人講過小草不會變大樹的 小草有還是草啊 對 還是草 他還是草啊 他到一個長度的時候 長大人家不理你阿伯 所以我說 政治的操作跟政治的作為 平常講你還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你沒辦法讓人家了解 政治的秘密 格格是什麼 我多講一句 你看看日本 發生多少事情 現在日本的執政黨自民黨 又發生事情了 因為裡面執政黨的這些國會議員收起賄賂 結果自民黨宣布全部砍掉這些派系 要重新建立 他們民調已經跌到 下次選舉可能會下來 你民眾黨有沒有這個體認 你不是趁我讓黃國昌這樣咆哮 要嫌說 無路因啦 政治本來就是談判妥協 然後前進嘛 你根本就不懂這一套 你畫餅畫到大家信了你 這些小草腦筋被你洗了信了你 將來他們長大 他不會信你這一套 是來 余將軍 這個阿伯去辦小草見面會 其實黃國昌也有辦 聆聽小草聲音的活動 真的是在聆聽嗎 一個政黨 你想一個草創政黨 一開始就是說你的理念 你的理念 那民眾黨理念是什麼 就討厭藍綠嘛 他就討厭 誰都罵 所以他的理念 第一個 他是把這個當成理念 可以拿來當選舉 可是未來你要讓政黨茁壯 你要有真正的理念 你要帶台灣走向什麼方向 他目前還沒有想出來 他有方法 對 他沒有方法 那第二個就是人氣 柯文哲有人格特質 他有人氣 就是無厘頭的人氣 他有 所以說人氣加上他之前說討厭藍綠 所以變成他現在選舉的主軸 可是現在大選選完了 你還要加上什麼 加上服務跟成績單 你有服務 有 姑且不論柯文哲的八年 你想想看這八席的立委 這四年 不對 應該說兩年 他兩年就要換人 這兩年會做出什麼成績單 是讓國會更亂嗎 還是讓國會產生了安定的力量 第二個 也就是說 你有沒有所謂的 對於選民的一些成效 你有沒有服務選民 所以如果你沒有位置 沒有立委 沒有力量的時候 不會想到這些 可是當你有了以後 你不得不做 宋楚瑜會做就像當過省長 所以他力量高 再加上他親和力夠 那現在柯文哲 他有了人格特質 只有這一項 其他理念沒有 服務的成效沒有 再加上你國會的安定力量沒有 對 那選民會不會看 選民當然會看啊 而且你剛剛說服務選民 很重要啊 因為那個票是扎扎實實的 人家就是會投給你 對 選民一定會看 會檢視你 因為這四年以後 大家認識了你了 他投給你了 他會檢視一下 雖然你沒有當選 我這票有沒有浪費 我這票有沒有變成 國家不安定的力量 所以年輕人小草 小草第一次 小草就是很容易相信你 風一吹小草就會動 但是呢 當風停了以後 這個小草會繼續站著直直的 看你在做什麼 如果當他發現你 辜負了小草的心意 我跟你講小草最厲害的不是草 是根啊 他的根會拔得很緊